嗨大家好我是小許 那今天這部影片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禮拜的GNN 除了這個洛克人三大獎以外的其他資訊齁 那首先先介紹這一隻隱藏大獎齁 這一隻救急裝甲艾克斯 那這一隻要怎麼取得呢 你就是要把這個六星的洛克人石頭角色齁 總共八隻馬 全部練到這個雙滿 滿等滿技 官方就會送你這個雙滿 也是滿等滿技的救急裝甲艾克斯 來以示嘉許齁 感謝你的這個課金這樣子 那這一隻的隊長技能呢 其實也是還不錯 也是可以拿來當隊長的 那它本身是暗屬性的機械組 這個紫色的看得出來齁 那隊中只有機械組成員的時候才可以觸發隊長技能 也就是跟一趴大獎艾克斯一樣齁 就是綁全機械 那全隊攻擊力7倍 生命力回復力1.6倍 倍率非常高齁 等於跟那個光的艾克斯一樣齁 都是倍率最高的 那生命力回復力比那個水的艾克斯 比第一裝甲型態的那個血量回復還要高齁 這是最高的型態了 那再來消除暗或者星的時候 全隊攻擊力額外2.2倍 那之前是消除水跟星嘛 不然就是光跟星 那因為這隻是暗屬性齁 所以就是消除暗跟星 那再來的話 水、光、暗、星都兼具其他屬性的福祉效果 痾 雙隊長的話就是100% 所以它也是可以拿來當隊長的 那再來的話呢 它也是有隊伍技能齁 必然延長移動幅時間3秒 比我們的1%大獎還要9 這個多了1秒的時間 那大於2秒結束轉珠2.2 大於4秒結束轉珠這個都一樣齁 那大於6秒結束轉珠就少了那個解盾 少了解拼圖啊 解指定連擊啊 少了解弓錢啊這些東西 但是它不一樣的是 它以38攻擊追打5屬攻擊各一次 而且它不像那個定真式一樣 就是你要消到該種屬性福祉 才會追打該種屬性的攻擊 那它的話是固定會追打5屬性攻擊各一次 所以當你 這個洛克人系列要打5屬級盾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用它來當隊長這樣子 那你用這張當隊長任何艾克斯當戰友就可以觸發這個技能了 但是你自己要有這一隻才可以觸發這個隊伍技能 另外呢多了這個8秒齁 於8秒結束轉珠 超過8秒結束轉珠 那回合結束時會所有符石轉成機械族符石 也就是要你轉珠時間要轉好轉版才有辦法齁 那整版轉成種族符石其實也可以解蠻多盾的齁 比如說石化符石啊 凍結符石啊這些都是可以去利用這個隊伍技能齁 去防止這些技能 防止這些負面效果的齁 那衣貫能力也是有 喔 衣貫能力也有欸 好 那再來的話它的主動技能 天星型和CD8 一回合內根據轉珠結束時放手的符石 嗯? 轉珠結束時放手的符石 不就是轉珠起手時的符石嗎? 好不管是怎樣齁 然後手批掉落該種機械族強要符石 反正你自己控制你想要 掉什麼屬性的機械族強要符石 這樣子 那隊長如果是救急裝甲愛克斯的話 回合結束時 自身技能CD-3 也就是說你用他當隊長的話才有這個第二個效果 你如果把他拿來當隊員的話那他就是CD8 但是你拿他當隊長的話呢 開完技能CD-3變CD5 下一回合過去變CD4 所以他自己當隊長的話這個技能效益是 非常短的 CD非常短 不過 這技能好像 要拿來幹嘛 嗯...好像也不知道要幹嘛 OK恩傑 要消幾顆什麼屬性 比如說要消幾顆火珠啊 用火珠起手之類的 我也想不到這個技能可以幹嘛 好 那這隻就是這樣子 感覺他 可能有時候用的到啦 就是這個追打無屬攻擊 還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追打更多下來 龍科可以更快滿 龍科更快滿 你就可以更快開這個衣罐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 八秒結束整版總圖服食這個不錯 那其實也是要看關卡去選擇 你要用這一隻 還是 一般的洛克斯 還是要用 不是洛克斯 是艾克斯 還是要用這個第一武裝 還是用第二武裝 其實都看關卡 很自由的 那再來呢 是這個討伐戰任務 忠誠的產物 這一隻叫啥 瓦傑莉拉FF FF 它是討伐戰 然後技能的部分呢 把水轉光 火轉暗 木轉星 反正就是簡化版面這樣子 那發動技能時 所有機械組成員 行動值100%的話呢 所有服食 轉成機械組喬要服食 說實在的 我覺得 這一隻還好 想不到他可以用在哪個地方 如果大家有什麼 想到他可以用在哪個地方 可以在下面留言 補充一下 那再來競技場 戰賞幻靈角色 麥希摩 那這隻角色的技能 也就是功能卡 就是一個直傷 直傷 然後再來 兩回合減傷70% 也是 平常也不會帶 也是要看關卡 來去使用 那再來這個 極地部隊冰凍器 這隻 應該是雙周 應該是雙周 然後他的技能部分 CD6 暗屬性 一回合內 凍結敵方全體 機械組結 凍結盾的 卡片來了 所以也是可以刷的 然後 可以控場一回合 把它轉成水屬性 那效果期間呢 觸碰暴風時可以移動符石 就是 如果對方是無法控制 不就不能開了 不能開不就不能 無視暴風了 反正他就是一張 可以解凍解盾 然後可以解暴風 這個效果這樣子 不過觸碰暴風時可以移動符石了 可是問題是 暴風那兩行還是消不掉啊 這也是 好啦 反正今天的技能就是這樣子啦 這三隻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喜歡影片記得訂閱 按下按讚的喜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 掰掰